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愿意上床睡觉 因此 很多人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改变 出现各种毛病 所以 现在很多人身体都出现各种毛病 其实每天哪个时间点 睡觉对人来说最好呢 有什么方法帮助快速进入睡眠呢 下面就和大家一一介绍 一起来看看吧 哪个时间点睡觉对人来说最好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夜间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是 因中之因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睡觉最好 另外 晚上十一点是人体肝脏休养的时间 如果这个时候睡觉 可以让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 对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从西医的角度看也是一样的 人体经过一天的运转 到了晚上十一点就应该进入休息的状态 以保证大脑和其他脏器的休息 人体在大概晚上十一点钟到凌晨四点左右 要进行很多内脏的一系列的激素分泌和调节的工作 这些工作对于人体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和成年人的身体调节 如果这些身体机能未能及时调节 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建议十一点前入睡 可是 很多人会说 不是想睡就睡得着 有什么方法帮助快速进入睡眠呢 可以多吃这两种食物牛奶 牛奶中含有人体病 虚的氨基酸 它可以起到抑制大脑兴奋 让人较快入睡的作用 是帮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的好帮手 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可以起到使人安眠的作用 可使人较快地进入梦乡 造红枣胃肝 含糖类 蛋白质 维生素C 有基酸 棉叶质 钙 磷 铃 铁等 有补皮 安身的功效 每晚用红枣30-60克 加水适量主食 有助于入睡 不要做的事情 一 不要太饱或太饿 有的人喜欢喝宵夜在睡觉 有的人减肥不吃晚饭 睡觉前饿得不得了 也不吃一点东西 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睡觉前吃太多的东西不仅会导致肥胖 而且对肠胃造成负担 有些人本身肠胃不好 为食管法流还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所以 吃太饱是不可取的 另一方面 不吃 额招也是容易睡不着 如果肚子很饿 可以在睡觉前喝一杯牛奶 吃几块玄买饼干 这些食物能量不会太高 又富含氨基酸 还能帮助入睡 二 不要喝酒 有的人喜欢在睡觉前喝点小酒 昏昏欲睡的感觉 以为更容易入睡 其实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酒精的作用下 虽然能让人昏睡 但是这个睡眠质量不高 而且是浅睡眠 很难进入深睡眠 而且喝酒多了中途醒来的次数也多 经常上厕所 导致持续睡眠被破坏 整体的睡眠质量是不高的 而且 酒精对身体有害 长期以这种方式入睡 酒精持续对身体造成影响 又 不能及时排除体外 身体的各个机能都受到影响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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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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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